大家好我是軒爺 今天來講我們好久沒講的配對篇 在之前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配對篇的一些主流或非主流的玩法 像比如說早期的三大主流 然後之後的一些 比如說楊過的一些點殺隊啊 或者是達摩啊 或者是之後目前有開放很多新角嘛 然後有開放一些武學跟那個秘籍 那之後還有一些角色會回爐重造 像我們頂天哥 還有一些那個金脈 所以之後發展出很多一些新生流派的玩法 那等於說讓組隊也不會像以前那麼簡單 比如說就是艦隊就純艦隊這樣玩 那現在有很多什麼獻祭劍啊那些 那像毒隊以前也都減傷毒那固定的 那之後現在也有很多一些新生毒隊 加頂天哥啊加張無忌啊 加張山峰啊這些 那頂天的話像比如說目前開放那個楊頂天變強之後 也有人把他搞成頂天三盾流這樣 加天竹生然後加絕遠 然後再加那個楊頂天 然後讓你整個角色又補又又彈 然後一堆盾這樣子 那等於說組隊的玩法啊 然後系統的多樣性的話還不錯 那今天一樣介紹一下 我們放大大在路版討論區有 介紹了一個新的一個打法 那老實說這個打法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他也沒說到這個組法倒很強 就是實測起來特別強 那只是說給大家一個新的思路這樣子 不要讓大家就是以為說這個遊戲就是 三大主流就玩就是有這樣子而已 其實也只有大佬們可以開發一些新的一些流派玩法 因為他們的角色都是已經比如說試採 已經全盤採了嘛 那才有辦法說組一些新的隊伍 然後去測試看看這些新的隊伍 有沒有一些特別不同的玩法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他是沒有取名啦 但是我是覺得把他叫成那個燈神內傷流還不錯 簡單說這個遊戲兩個AOE最強的角色 一個是歐陽鋒一個是伊登大師 一個靠毒一個靠內傷 這兩隻角色基本上都可以打到我們 最高AOE的傷害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他們兩個人一個人就可以當作 一個系統流派的玩法 像歐陽鋒他就是可以自己一個人搞一個獨隊的玩法 整個隊伍五隻裡面只要他一個輸出 其他人就是當輔助或是防禦的角色 那伊登大師也是 伊登大師也是唯一一隻可以一個人當輸出 其他人當輔助 然後當那個補血啊 或是一些坦的一些角色的那個 啊沒有他自己也可以當坦 那等於說伊登大師基本上 幾乎接近萬人啊 當坦可以當輸出也可以 然後其他人輔助他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今天介紹一下伊登大師的那個 燈神內傷流這樣 以前有介紹過天地同壽隊嘛 其實就是類似於他的這個隊伍 只是說那個放大大有把他做改良一下 那先要介紹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陣容好了 基本上第一個他是放伊登大師無庸置疑 伊登大師就是這個角色 這個陣容的核心人物啦 基本上他死掉的話 你整個隊伍大概就死光了 所以伊登大師一定是練度最高 一定是練度最強 然後一定是把所有該最好的東西給他 因為他就是 有點像獨隊的歐陽鋒 他把歐陽鋒放在第一號位 只是歐陽鋒太軟了 他放一號位會直接死掉 那這個陣容的話就是等於全部人去保 那個伊登大師 讓伊登大師可以輸出最高 然後又可以去做復活的動作這樣子 那伊登大師一號位無庸置疑 他其他角色沒有一隻可以當一號位的 那二號位的話他放金輪法王 那金輪法王的話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他是神話三傻 但是金輪法王在高端場 大佬們用起來好像也還算不錯 那基本上就是 防止目前如果雙C爆發的時候 因為對方目前其實很老實說很多那些 雙主流的一些傷害 可以直接把人家秒掉 像譬如說那個雙爪隊 周紫若給你抓一下 黃産給你抓一下 然後你就直接倒掉了 或是像楊過 楊過配上一些那個的時候 單就是單點點殺殺一隻 然後在後面再給你補一下 然後你基本上你的角色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怕你說 對方有兩個核心輸出 或是一個單核心 配上一個輔助來輸出的時候 你的角色會直接被帶走 那被帶走的情況之下 你只要一號位倒的話 二號位就大概就絕對倒了 所以 楊倫法王基本上他可以有一些被動的技能 他 楊倫法王被動 楊倫法王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 雖然說 身為神話三傻 但是 他的技能 如果看 光看照面上其實還蠻好用的 像譬如說 那個 楊倫法王在場的時候 他可以增加我友方神雕的俠客的那個減傷 其實他可以是幫忙增加減傷 所以他幫忙 增加那個神雕嘛 像譬如說伊德納斯啊 這個陣容全部都是神雕的 你只要把那個誰 楊倫法王換成歐陽鋒 他就是五絕對 東邪吸毒 南地北蓋 再加終神通 那只是說他把歐陽鋒換成楊倫法王 因為他就是避免 伊德納斯如果倒的話 就全倒了 所以他就把那個 歐陽鋒換成楊倫法王這樣 然後他有一些單體的點殺 然後他基本上還可以去做冰凍的效果 全體冰凍喔 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角色 這個陣容 沒有什麼控制 他那個誰 紅氣功也不會控制 然後那個 黃藥師頂多是風 那個風雪 那其他伊德納斯跟那些也都不會控制 所以 控制的角色大概就 淪落到楊倫法王身上 然後他又可以當坦 來用這樣子 所以他把二號位裝楊倫法王 那三號位就不用講啦 那個黃老鞋 那 東邪基本上就是增加我伊德納斯 東邪基本上出場 一定跟伊德納斯或跟歐陽鋒綁在一起 因為他就是增強他們兩個最強AOE角色的那個毒傷 或者是內傷這樣 所以 黃藥師基本上你不用 攻擊力不用搶 你只要站著 就有百分之二十趴的內傷增傷 或者是那個中毒增傷 那之後他還可以幫忙去解那個化癒 他可以幫忙去解毒啊 解內傷的buff 然後他又可以風雪這樣子 他的效益是這樣 他只要站著就有一些輔助的效果 那 紅氣功 紅氣功就不用講啦 紅氣功 這個傢伙整個那個 不管是在獨隊在這個隊伍裡面 燈神內傷隊 基本上他就是幫忙去做貪傷的作用 他就是幫忙減傷 然後幫忙承受他一些不是屬於他的傷害 就比如說 他是可以去幫 紅氣功其實真的是很好用 他算是我沒有啦 那他基本上可以去做守護 他可以分攤受傷的二十趴的傷害 然後還可以去做那個 自己跟目標的減傷十趴 所以等於說 伊德納斯只要撐不住的話 紅氣功可以幫忙他去撐這樣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那個 他只要站著他就可以減傷 那他減傷 然後那個誰 基倫法王剛剛也減傷 然後再加他可以用守護幫人家 所以這樣 簡單說就是你只要打不死 他的那個伊德納斯 基本上這個角 這個陣容就可以一直輸出這樣 那做不通不用講了啦 群體那個補師再加群體復活 這個 角色簡直萬用 這樣 好 那簡單來看一下大佬的視頻好了 因為 本來是那個啦 本來是白角都給大家看的 那來看一下大佬們真的實戰起來的視頻 然後也是四中門 然後先 主角先攻一樣 兩個騎牛的先攻 伊德納斯 金倫法王單體群傷還不錯 然後周伯通群補 然後天...那個天燭上盾 趙明打 黃耀絲 彈子神通 歐陽鋒 對面是毒隊啦 對面是標準的那個減傷毒這樣子 然後小十八掌 K 破盾 好 群傷群傷 伊德納斯 一樣 轟 你看他轟七十幾萬 然後龍象部落宮打單體 七十幾再加 哦八十幾還不錯 彈子神通 風穴 風穴基本上是克我們那個天燭生用的啦 避免他的那個被動暈 所以你看這個 這一場打下來 他其實被動暈的機率很低 他基本上剛只有現在目前的那個 紅七弓在暈 然後 先填陽子 一百六十七萬 趙明打一百六十七萬 然後 打還 補 全補 然後 趙明K一百零七 哦趙明還不錯耶其實 然後補血 一樣毒傷 然後 彈子神通 風穴 那個誰 那個 天燭生被風穴 所以你看被暈的人其實很少 然後一樣 轟 上盾 趙明K 好 伊德納斯再來 轟一百四十萬 打在趙明上一百四十萬 然後七十幾七十幾 還不錯 基本上那個 接著法的感覺好像也是輔助輸出了 幫助 伊德納斯去做收頭的動作 然後 一樣K 照明打 然後 主角 四十七 哦四十七萬還不錯 九萬十八七十五 哦 伊德納斯復活 就是 伊德納斯基本上 三次復活 至少你要復活兩次才算賺 復活一次其實都有點虧這樣子 來 伊德納斯 繼續 繼續轟 基本上就是你好不容易把 他的頭打死了 但是他還是繼續復活這樣 被動K 天竹身上盾六十二萬 還不錯 然後打 就是更加拖 他 這個陣容也是拖 因為 基本上你只要帶減傷的那些都是拖 只是說他 一個是 歐陽鋒在AOE 然後一個是伊德納斯在AOE這樣子 然後免傷 免疫傷害 左右護博 補血兩百多 翔龍十八掌 普普 天竹身三十一萬 你看照片已經被耗死了 星火燎原 哇兩個沉默 前排兩隻沉默 然後伊德納斯再復活 這是第二次伊德納斯的復活 他的好處 在比 毒對好處就是歐陽鋒死掉 齁 你只能祈禱補師幫你復活 但是伊德納斯可以自己復活 然後又可以那個 周波通又可以幫你復活 著護博補血 對面被拖到聖三隻 然後一樣補 然後復活 我復活 黃耀斯 然後對方復活天竹生 然後一樣復活起來在轟 我像部落宮打一百零三萬 還不錯 十 然後彈子神通 一樣風雪 風雪基本上你是不能閃避跟那個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都是避重的 好 十啦 他這個角色就是一直 好 這就是我們大佬我們的那個 實戰這樣子 然後你看伊德納斯的傷害 其實 七千多萬 所以他的傷害率其實很高的 好 只是大佬我們的那個 實戰這樣子 OK 那所以他這個陣容來說 以實戰效果其實是拖啦 跟我減傷毒其實差不多 只是說把那個AOE 從伊德納斯換到歐陽鋒 然後 趙敏的位置可能就換成金輪法王 去做一個輔助輸出 然後還有一個輔助輸出跟一個減傷的作用 那趙敏是降攻降療嘛 然後在後面都是一樣嘛 伊德納斯那個什麼洪西攻 然後還有那個誰 還有周波通這樣子 那黃耀絲基本上黃耀絲 看起來黃耀絲沒什麼用 但其實這個遊戲 這個 剛剛那場戰鬥裡面 黃耀絲占了非常大的用處 因為黃耀絲基本上讓天竹生風雪 你剛剛看那一場 好像只有兩次還三次暈到而已 所以天竹生的被動暈 基本上都沒有發動過 所以黃耀絲基本上還是 在這個陣容裡面還是必要的 那那個 洪西攻基本上也是有用 洪西攻的話 減傷啦 還有一些那個效應其實都很不錯 而且幫 天竹 幫我們那個伊德納斯扛了很多那個傷害這樣子 好 那 那個 就是 放大大其實老實講他也是有講說 這個陣容齁 這個陣容其實還是算OK啦 這個陣容他 其實也沒有說一定是一定要贏過毒隊 他只是說這個陣容配合起來的話搭配性還不錯 一個主輸出 伊德 伊德復出出那個金輪法王 那輔助就是那個 洪西攻跟東邪 那補師一樣全補就是那個 周伯通 那就是依靠這個的陣容去做運轉這樣子 那金輪法王其實 他單體收割其實很強 剛剛看到他 你看看他其實天竹生很多事實在那個金輪法王手上的 那 其他的部分他單體輸出啦 或是其他部分其實都還算 還算是蠻有效果的啦 所以你基本上還是可以 依照這個 如果你對 因為之前有人問說金輪法王齁 到底有什麼陣容適合他 那今天就介紹這個陣容 就是金輪法王終於可以上陣了 就是一直用 用這個陣容 只是說這個陣容要五隻神話 嘿要五隻神話 那 如果 你要變化的話其實可以 他說如果你打劍隊群傷AOE的那種角色 那 黃老傑的那個效益就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黃老傑 他最主要是課天竹的被動嘛 那如果沒有 對方沒有天竹生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劍隊啦 或者是其他 像 楊過 沒有楊過其實還是需要可風 像譬如說劍隊的話 你可以把黃老傑換成天竹生 等於說加強你的那個 防護能力 等於說他是 那個 減傷賭的另類改版啦 就是把他改成那個 伊燈大師的玩法這樣子 所以你 如果黃老傑 還不想練的話 你可以先練那個天竹生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基本上這個陣容 金輪法王10%的神雕減傷 然後再加紅七弓的15%的那個減傷 然後再加他自己本身被動的減傷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個效益 真的很高 而且還可以降攻 那就介紹一次這個陣容的那個 搭配性給大家 這樣 那實戰的部分 剛看到了嘛 就是 也是跟人家拖啦 拖到第15回合 那 對方 比你減傷還差 然後 最主要是伊燈大師可以復活兩次 像歐陽 歐陽鋒他們那些就不能復活 他們都是靠周 那個周博通幫忙復活 伊燈大師 這個陣容的最好的 那個用處就是伊燈大師 他是輸出 然後輸出自帶復活 如果你復活 假設了三次 然後你剛剛復活兩次 失敗的話 周博通再把你拉起來 這樣子 簡單說就是一個 不會死的一個輸出角色 會比歐陽鋒的那個 毒隊 感覺起來玩法還不錯這樣 那 推薦給大家一個 有趣的陣容 那 如果你要把那個誰啊 金輪法王改成歐陽鋒的話 改成5 之前有人問說5絕對強不強 剛剛的那個 就給了答案 就是 你要是把金輪法王改成歐陽鋒的話 其實應該也可以 可以 只是說金輪法王的那個減傷就沒有了 就要 那簡單說就是看你的隊伍 就是對手的承受能力 你的那個承受能力少了神雕減傷10% 少了那個 剛剛金輪是沒有那個群體的冰凍了 金輪法王的冰凍好像有一些限制吧 我記得 金輪法王的冰凍好像要在血量 不知道低於幾%的情況之下才有那個效益 我看一下喔 金輪法王 我記得他的群體冰凍 喔 當自己血量低50%的時候啦 有 那個 如果加滿的話 必定對敵方全體造成那個攻擊傷害 並使 敵方全體冰凍 然後持續一回合 然後但是僅會生效一次 那就看個人的臉這樣子 那反正你的血量如果差的時候 他可以幫忙 就那一次的那個機會 讓對方全體冰凍 那再給伊登大師去做輸出這樣 那他的效益可能就是差在這裡 如果你是選歐陽鳳的話 你就沒有這個效益這樣子 但是 呃 他可以幫你輸出傷害啊 五絕隊的話 我是覺得五絕隊還蠻好玩的 之前本來 那個 試煉之境的時候我還想玩一下 但是一直選不到角色 所以這個 這容推薦給大家 金輪法王 如果你是熱愛金輪法王的玩家 像上次我忘記好久以前 有一兩個觀眾一直在問說 金輪法王到底有沒有那個 推薦的陣容 那如果 你想玩金輪法王的話 那你就可以玩這個陣容這樣子 練伊登大師 那 周伯通你先用小刀代替 那 黃曜師你可以先用天竺聲代替 然後再加一隻 紅七弓就這樣 那 玩一種另類的燈神內傷流這樣子 好就這樣 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去嘗試一下 那個 我們作者是說 沒有到 沒有到一個很大的強 就是很穩定的強度 因為他是說 伊登大師其實不太穩定 第一是他 復活會失敗 第二是他 站在一號位齁 其實 你會看到他 站在一號位其實 是好也是壞 簡單說他死掉的話 那如果他沒有自己復活起來 周伯通 那個誰 周伯通也沒有辦法復活的話 你整個隊伍的傷害會差非常多 這 這個隊伍的穩定性 其實還是沒有獨隊來的高 這個陣容的穩定性 那個來說 就是取決於 伊登大師的那個強度 那等於說 他死掉沒有復活 那你沒有輸出了 那基本上 後面的四隻大概是白打 所以為什麼獨隊的那個什麼 穩定性比較高 就是 歐陽鋒基本上 獨夠力 趙敏可以降攻降了 然後 紅旗逛後那些可以去做撐 就是減傷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看個人 這個陣容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伊登大師 其實我覺得伊登大師 如果 我沒有練周伯通的話 不 我沒有練歐陽鋒的話 其實 伊登大師跟養過 其實我都還蠻想玩的這樣子 好 就這樣推薦給大家 一個非常有趣的陣容 燈神內傷流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考慮練一下 喜歡金倫法王 跟喜歡伊登大師的玩家的話 你就練 這個陣容 還不錯 那 剛剛講的那個 一開始 資源沒那麼多的話 黃曜師你可以換天主生 那 周伯通也可以換小招 也是三神話 兩傳奇這樣練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基本上是有喜歡 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全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